先来看到永和区公所和辖区内的市议员们 要一起来举办中秋庆团圆的晚会 预计会在9月14号晚上7点钟 在仁爱公园的露天音乐台来进行 那么10号上午也举办了记者会 邀请当天要来演出的艺人来为活动进行宣传 3 2 1 203年 今天是我们中秋庆团圆会 勇和中秋庆团圆晚会就在9月14号 仁爱公园露天音乐台来举办 现场将邀请到多位歌手献唱老歌 而这些歌曲都是作曲大师杨三郎的经典作品 十多点连跪 九多半魂 不再跪跪迷 我之前在红人帮比赛的时候也有唱杨三郎老师的歌曲 就是唱《狗鸾回》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觉得下次表演应该要唱不一样 所以在9月14号的晚上有不同的演出 在唱杨三郎老师不同的歌曲 承袭我们永和原有的人文 原有在地的作家杨三郎 那杨三郎有两位 刚才的主持人已经介绍过 那我们的画家 就用我们的音乐来前世 让大家来欣赏我们永和第七 我们那个经典歌曲作家杨三郎的 他生前遗留下来的这些歌曲 那让我们来发挥我们永和应有的这些 这些人文 这些艺文 当天晚上相信好歌一定听不完 而在幕后促成这场中秋庆团圆晚会的 四位示意员也表示 传统的节日大家聚在一起 也能够将永和的人文艺术互相来结合 中秋节是一个乐园人年的日子 当然我们希望当天我们永和的人 大家都可以团聚在一起 那因为现在公所经费有限 所以这次结合我们的公所 以及文化局赞助 还有我们四位议员 大家一起来举办一个这样的中秋晚会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永和的民众 在当天都一个很愉快的中秋佳节 希望推出这样子优质的节目 让大家在乐园人团圆的佳节当中 能够有优质的节目好观赏 所以记得9月14号晚上7点钟 请你来仁爱公园观赏优质的中秋晚会 除了当晚热闹的晚会之外 永和区公所也希望结合Happy Go的活动 制造在地的消费商机 也让民众有机会买到在地的好产品 中佳新北新闻 永和采访报道 好 好 好